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吹箫的那个人 这位小姐也喜欢箫 小时候喜欢也学过 不过现在吹不了了 可是看到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 因为我也姓箫啊 明白了 因为小姐姓箫 所以你要把天下的箫都收集起来是吗 过去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珍惜 直到失去了才追回莫吉 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经历呢 当然有 所以啊 现在才知道有一件收一件吗 不过 这件玉箫的材质这么好 不知道先生 是否肯可爱呢 其实我并不在乎 这个玉箫 这个玉箫 而是在乎这只箫 以前的故事 如果姑娘喜欢 我把这只箫送给你 我也不好多人所爱 先生 先生 你还是开个架吧 不必了 我这只箫 没嫁钱 那 我谢过了 等一下 怎么 你又舍不得了吗 那倒不是 我只是希望 还能和姑娘见一眼 听听你吹笑 如果有缘分的话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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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什么事 一会儿让我冲甲板 一会儿让我搬东 又搬西的 累死我了 这地方不错 先睡一会儿 哎呀 嗯 走 快 走 二少爷 什么 你没看错 错不了 那些人确实可疑 以前从来没见过 好 你马上回自装 多叫些人 带些家伙来 是 老爷 师爷 都准备好了 你们还得多加留神 此次行动一定有得手 知道了 有把握吗 大哥 你放心吧 大家四下看看 有没有可疑的箱子 是 你们干什么的 提货的 货单呢 住手 干嘛动我们的货箱 这是我们存放在这里的货物 没经过我们的同意乱办什么 我得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的 五月 您看 你们也太恨了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你们凭什么砸我们的东西啊 这位先生的话说的就没道理了 我们也是刚来 你的箱子还没动过呢 就算是我们动了 瓷器砸坏了 要赔多少开个价吧 赔 这是法兰西公廷御用的花瓶 一个值一千多块大洋呢 一千大洋 你想钱想疯了吧 谁让你们逗我我的箱子啊 诸位 还是听我说吧 小茶壶 这儿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哎呀 这事情没我不行的 我看到这东西是谁弄坏的 这个人就是 他 你胡说 我胡说什么呀 我就看到你把这堆破铜烂铁 放到这里面的 这个东西值一千大洋啊 哦呦 师祖大开口 祭典德好不好 一千大洋 跟我红袖椒吃上半年一年的了 二少爷 那天红袖椒出事 就是他 向咱们报的假信 哦 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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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红袖椒马 你给我滚 快滚 快滚 妈妈姐刘布 这位小姐 上次深夜贸然前来 接受了高少爷一份重礼 今天 我是特来回礼的 请把这给他 不过 我的东西不能让别人的脏手随便触碰 一定要他本人亲自打开 妈妈记住了 哎 小姐刘布 您贵姓啊 住哪儿 等高少爷来了 不叫人找你去 他打开盒子 自然会知道我姓什么了 他也不必来找我 我自会去找他的 老爷 嗯 什么事啊 昌战行指示陈孝和 邀请您参加慈善拍卖会 哈 阿弟 陈家又借着明目圈钱了 咱们就送点贺礼 人就别去了 不 陈孝和的面子 不知什么 可人家毕竟是陈会长的堂弟 陈会长的面子 可不能博 不仅要送去贺礼 我还要亲自出马 高老板大驾光临 真是蓬蔽生辉啊 哪里哪里 哪里 陈老板 太举了 我们玉兰的生意 全靠商会的支持 往后还要陈老板多多提携啊 不敢不敢啊 陈老板 高老板 还有大少爷 好久未见了 是啊是啊 来 各位请坐吧 请 请入座 请坐 坐 好 好 好 大洋 我出一千 高老板 真是慷慨啊 两千 高天 两千五 三千 四千五 四千五 四千五啊 我承让了 你 我看你就是存心捣乱 算了 我就是四千五百块大洋嘛 就算是孝敬陈会长大 小心吧 你来干嘛 你是哪里冒出的黄毛丫头 咱们纠缠不休的 姓高的 要是拿走了人家全家的性命 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你 你这是 我 是江岳的兄弟 当年蓝水瓷庄的二老板 罗音 特地从南洋回来 拜会高朗爷的 你们这是 我们 当然是向你来讨还江家血债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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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两个儿子也挺能干的 我帮你一块了断了吧 姓罗的 你痴人说梦 你看看 现在谁的枪口对准谁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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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要开枪的话 就冲着我来 放下枪 放下 好 警告的 看在陈老板的面子上 我今天先饶了你 不过我可告诉你 今后在生意场上 我也要打垮你 好 后会有期 走 多派些人守住大门 是 侧门后门都给我锁起来 是 云飞好像还没回来啊 阿弟 你又不是不知道 阿弟这个人 来无影去无踪的 现在可是有不了他 你快去把他找来 可是 快去 是 二少爷 二少爷来了 好久没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这个死鬼没给你添事吧 二少 不用着急 二少 你看 咱谁跟谁啊 都是自家人 对了 有人托我带个东西给你 等着啊 有人脱带东西还能留在红袖招 是啊 是为干净又漂亮的姑娘送的 这种姑娘啊 要在我们红袖招里准时投牌花魁 又漂亮又干净 哎 少爷 会不会是上次那姑娘 哎呀人家看上你了 你走好运了 看看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姑娘我们一定要找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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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了 那个让你神魂颠倒的红袖招 到底好在哪儿 使得你这家里的危难于不顾 通宵达旦 夜不归宿 成何体统 你这个冲军胚 没看到我过来 把我的马都吓坏了 你知不知道 什么 我冲军胚 你才冲军胚的 你的马是吓到我 不是我吓到你 好 我没时间跟你说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走了 臭小子 我有时间再好好收拾你 凶什么凶 好吧 被我白拿 买包子咯 这么大的票啊 罗家 老爷 昌战行的陈老板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老爹 信上说什么了 他陈老板倒是个有心人 他要为我们两家讲和 讲和 那我从南洋回来干什么呀 大哥 不管怎么说 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那很简单 你替我去 中原 中原 来了 大少爷 有什么吩咐 赶快给我备车 大少爷 上哪儿啊 昌战行 陈老板出面给我们讲和 讲和 嗯 咱们老爷同意讲和 就算老爷能忍 我可以忍不了啊 我也忍不住 可老爷说了 忍不住也得忍 大少爷 既然陈老板要讲和 就肯定也会请他们 不如咱们来个先下手围墙 嗯 来个瓮中捉鳖 怎么样 对啊 请问 这里可是罗府 正是 你是 我是昌战行的 陈老板生怕路上有什么闪失 特命我来接府上的人过去 陈老板倒是想的挺周到啊 月白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好 大哥放心 我会处理的 你要当心啊 走 好 是 你 那真的是 你 què 你 帮你 去 我 快 不是 你 走 快 好 这要是在乎陈老板的面子 早该到 这分明是那家人不懂规矩 请吧 老爷 清云磁庄吴大人求见 吴大人请 陈老板 让你久等了 你们两家的过节 我已经听说过一些 常言道冤家一解不一解 兰水磁庄灭门十三年 江家显然已经无后了 与其为谁报仇 不如为己牟利吗 这样吧 就请玉兰磁庄让出点世面 就等于是让罗二爷 夜落归根 我也回去上来上来 让世面的事 我说了不算 只要吴先生能够说服罗二掌柜 就此收手 那你们吃的亏也是有限的 否则 真刀真枪的 把广州的商界 弄得血雨腥风 别说军政府不会答应 我堂哥呢 也不会做事不管啊 陈老板 我那是真的没办法 我回去 当尽力说服我阿爹 去吧 二位啊 二位啊 对不起 我有点急事 我去处理一下 你们慢慢聊 好 丹尼啊 你来了 三表叔 怎么 真的去军校做事了 对不起啊 三表叔 一直忙军校创建的事情 也没来看你 至于去军校做事 你也知道 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丹尼啊 政治这东西 是很无聊的 可是我喜欢就可以了呀 好好好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听说 你弟弟高云飞 他是玉兰瓷庄的掌门人 我阿爹呢 这些年早已退出江湖 专心在家吃斋念佛 所以呢 我阿帝掌管着玉兰瓷庄 现在我们又把招通码头 和船队接收了 我阿帝还掌管那谈事 不对啊 我倒知道 早些年是你跟高老爷子 闯江湖的 我也管一些 那我就懂了 你们高家的规矩 也许是 打天下的是哥哥 守城的是弟弟 当然了 如今这个时候 也有大的 服从小的 我那是 服从高家的全局 不过 高大少爷 万一高老爷 有一天百年了 那你弟弟高云飞 他的翅膀不就硬了吗 幸福的 你少破坏我们兄弟感情 今天我们是对手 未必明天就不是朋友 倒是 今天是兄弟 明天未必就是兄弟 程老板 这位是 丹妮啊 是我表哥的女儿 刘洋回来 现在呢 在外边瞎混 投笔从容 支持中山先生搞军校 怎么是瞎混呢 沈小姐 真是实际实际 陈老板 谢谢陈老板 我回去之后 一定把你的一番美意 如实向家父禀报 好 后会有期 要是你们两家 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这乃是广州商界的大幸 陈老板 那我就代表我们罗爷 谢谢你 为我们铺桥修路了 不谢 沈小姐 那就告辞了 再见 再见 有此理 不是说和解吗 我看他们是有意勾结陈家 来算计我们玉兰此状 阿爹 我看他陈孝和 他也未必能出此下策 那陈家和咱高家 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再说了 那个商会 都是要经过我们这些大商家 来支持的 他搞掉了我们高家 支持了罗家 对他陈孝和来说 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你不知道 陈家兄弟 从来就没安什么好心 爹 陈孝和现在在商会主持台面 就算是假装 他也要保持公道 他不至于 为了讨好罗家 而得罪了我们高家 倒是这个罗家 现在看我们高家 没什么动静 越发的咄咄逼人 我想这样的情况 继续下去 以后他们也不会 给陈孝和面子 这点 我们倒是要提防一下 阿爹啊 你放心 有你大哥在 什么麻烦事 大哥替你担着 那当然了 我这辈子 还得仰仗大哥呢 大哥 高云海透露说 他弟弟接手了码头 我想 咱们也可以去招通 租他一个偏僻一点的小仓库 以便秘密监视他们 只要有船进港 我们就出来找事 向他们发难 然后 在他们两兄弟当中 制造矛盾 大哥 还有件事情 我要跟你商量 我在昭通 进了几艘船要大修 得从你的钱庄 支点银子 最近钱庄 钱吃紧 你问阿爹手中拆戒吧 阿爹说 要用钱 得有你的钱庄保底 我现在就是没钱 你逼死我也没用 各位同仁 今天是闭号的开张之喜 各位老板前来捧场 我罗音十分的感激 敬各位一杯 好 来 干杯 干杯 我可以告诉大家 毕号的钱身 就是十三年以前 广州城赫赫有名的 蓝水瓷庄 我是名人不做暗事 我办这个瓷庄 就是冲着高家开的 不过 至于以后动刀动枪的事情 我罗某不会主动挑起 大家请放心 不会的 不会的 罗爷 您高义满天下 谁要是越轨而行 那真是小人了 广州商会 定会合力共讨 多谢各位老板 怎么几天没来 这里出现了一个大瓷庄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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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走 走吧 慢走 慢走 猛一看 还以为是当年的 蓝水瓷庄 又回来了 二哥 你说上次寄到南洋的那封信 那当然是知情的人写的了 可知情人是谁呢 是我们的人 我在想 为什么这么多年 他就是不出来 为江大哥报仇呢 再说了 今天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回来 他又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也许 有他的难言之隐 月白啊 我们今天可算是高调出击 下一步 你说该怎么办 大哥 我们几次出手 都没有成功 高谕扶这个老贼 肯定会加倍谨慎小心 特别是他们家那个老二 高云飞 我在码头仓库跟他交过手 这小子 看上去年少 可诡计多端 深不可测呀 我们对他 也要格外地小心啊 你不是去帮我找那个姑娘吗 还不去啊 我是要去找 可是去哪找呢 我觉得 这个姑娘是寻着销声来的 她住的离这儿一定不远 行 那我就一家旅社 一家旅社的去找 帮你找漂亮姑娘吧 小渣胡 怎么了 少爷 我突然想起来 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今天你去盯我大哥 我去盯你大哥 不会吧 让我去盯小美女也就算了 让我盯你那个丑八卦大哥 我没力气 再说了 广州城那么大 我又不知道他去哪 我怎么找他 他去哪 而我知道 来 这个你当心点 菜来咯 您的菜洗了啊 请慢用 我只想知道 最近有一家新开的买卖 叫青云瓷庄 他们的仓库在哪 我知道 他就在昭通租了一个小仓库 不过位置不太好 他们的货一般运到哪里去 这个嘛 他们还有个大仓库 在北山脚下 北山脚下 你不会说谎吧 我不会为了这十块大洋 连我自己脑袋都不要了吗 好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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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把这些东方过来 快点 快快快 东方快一点 来来来 快 多放点 快点 快点 充满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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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你大哥要烧你家房子 我大哥烧房子 他要烧谁的房子 我怎么知道 他也没说 那你为什么不帮他的忙呢 如果你帮了他的忙 我好在他面前 狮子大开口 我问你要赏钱 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倒希望 这件事情越大越好 如果太小的话 就帮不了大忙 这样不行不行 这太不道德了 说实话 这是有点不道德 但是他要办大事 我们又何必瞒着呢 而且你要帮他的忙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 你到底去不去 不 去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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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云的罗云 我把你的本钱全烧光了 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不好了不好了 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快快快快 快呀快呀 快呀快去拿水 拿水 快呀快 快呀快 快去救火呀 灭火快灭火 快快快 快 快快 打水 大少爷 他们有枪 去拿水快 谁 我我我我 我是那边看林子的 怎么没见过你 哎呀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嘛 对了 纵火犯刚刚跑到那边去了 我看到了 再不去他就跑走了 快快快 去那边 我对我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快快 快追啊 阿爹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大哥能力有限 脾气也不好 这些我都清楚 可是你大哥为家里打天下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爹 再说官吏钱庄得依靠各路堂主 那些堂主多多少少都有些江湖背景 我大哥现在和那些堂主天天都是吃吃喝喝的 人情和生意根本就分不清 你当初接管刺庄不也磕磕碰碰吗 云海可没少帮你 他毕竟是你大哥 反正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你把钱庄交给我大哥的话 我不放心 都给我下去 是 你这是从哪儿回来的 一身的泥水 阿爹 还不是为了封泰茶叶行那批茶叶吗 装船的时候突然下大雨 为了防止茶叶受潮 我们只能把自己衣服脱下来遮挡 自己在屋檐下躲了一晚上 在屋檐下躲雨 你自己不小心点 这么新的鞋子搞了一脚的泥巴 从山上带下来的吧 不过如今的生意确实难做呀 罗阴他们处处给我使绊子 阿爹 罗家处处挤兑 我们就坐以待遍 先避其锋芒 反正 真要有一天撕破了脸 也不是咱们主动挑起来的 绝不能把把柄 落到陈氏兄弟受伤 阿爹 你英雄一世从来没受制于人 唯独在这件事上小心谨慎 你十三年前的好起哪儿去了 混蛋 别跟我提十三年前 在高家 绝不允许儿子 教训老子 阿爹 阿爹 我们在北山的仓库 他高云海怎么会找得到 一定是我们 码头内部出了内贼 要我查内贼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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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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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